速递员 外卖车手 网约车司机 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 在大众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据统计 内地这三大群体的从业员 总数已经超过二千万 他们就好像毛细血管一样 支撑着社会的运行 而这些群体的不断壮大 正是中国十年来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缩影 2012年到2022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由11万亿 跃升到超过50万亿人民币 数字经济的崛起 产生了包括平台经济 和共享经济在内的新经济模式 同时催生各类就业职位 为社会上的不同人群 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游戏陪练师 自媒体展辑师 越来越多年轻人 选择平台加个人的灵活就业模式 与此同时 内地有20万残疾人 透过电商平台 实现网络就业创业 若小社群都得以融入社会 预计到2025年 数字经济将会带动 中国近4亿人就业 新职业的不断涌现 将会为更多人提供丰富寄遇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 选择平台加个人的不断楼